Yahoo裡面的水泥一直到可能這邊的所有的類股裡面的資料全部下載 那假如說你不懂了這個方法的話 你變成要一個一個慢慢下載 而且它會更新 所以你又要再下載又要再花時間 那以前用複製貼上其實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希望一鍵完成 但最好是可以什麼 可能幾個方法 水泥一直到受益證券 這個所有的通通放在一個工作表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每一個放一個工作表 每一個放一個工作表 就是新增工作表 就像之前篩選嘛 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一個 把資料放進來 那該怎麼做 再來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雲端上我有放圖 第一個就是 可能我們第一個是連到 這個Yahoo的股市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它的水泥 水泥的部分先複製貼上 那再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總共會有 總共有大概四個步驟吧 那你就按照那個四個步驟先彩排一下 再來說錄製聚集 錄製完之後的話 名稱叫股市下載 我就把這個 假設我已經錄完了 因為錄製聚集前面講過了 所以請各位錄製一下 那我就在這邊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所以未來當然 你新工作表這個部分的動作 可能要額外自己寫 比如說 sheets sheets.add aftersheets.com 有沒有 前面有那一段 有沒有 新增工作表 然後重新命名叫什麼 叫水泥 所以也許你將來這個 可能要自己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假設我們這個 先 先 這個部分程式先不寫 我們先用手動的 然後呢 我把剛剛的那個步驟錄下來 所以我錄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第一個 會用到所謂的資料 剛剛那個資料裡面的從web 這個功能呢 基本上它錄下來的 長的就類似像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在那個 我們的VBA裡面 它的 把它取消一下 它這裡面的話 錄下來之後的話 就是會用到有一個叫做 query table的 這個物件 那主要是利用它 去幫我把資料 從網路上抓下來 那所謂的query 實際上就查詢 table 就是指的是 表格 加S就是很多表格 那意思是說呢 如果你要用 從web這個功能 特別注意喔 它只能夠是 網頁裡面的表格 如果它網頁裡面 不是一個表格 那就不行喔 OK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下載的資料 它是一個表格才可以 如果不是表格 很抱歉 你就要用別的方法 OK特別注意 那後面有個add add 你會發現 在那個 VBA裡面很喜歡用add add就新增嘛 新增一個什麼 connection就連線 connection冒號等於 啊什麼呢 後面會有一個叫做 UIL的 connection後面呢 它固定的用法 一定是什麼 一個UIL 後面加一個HTTP 那其實這一串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串喔 一直到後面這一串呢 就是我們剛剛貼到 那個上面的那個網子 所以呢 如果未來喔 你要把這一個錄下來的東西 變成以後自動水泥完之後 換下一個的話 你可以變更這個網子 那再來還有一個參數 Distination Distination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它放在 哪一個儲存格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所以關鍵有兩個地方喔 一個是connection裡面的這個網子 可以變更 第二個是Distination 就是你要把會下來的東西 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那它這邊寫成絕對的 就是放在A1 那如果將來喔 你要去變更 比如說你要水泥再來 也許下一個 可能你要繼續把食品放下來對不對 那食品的話 你的Distination有沒有 就是你要下載的 就不是A1喔 而是什麼 它這個水泥的最下面 最下面一列有沒有 再加一列 再把它放下來 那如果食品又下來 那你就在最下面的 再下一列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有沒有 在那個哪個地方呢 在工作表合併的地方有沒有 合併我不是要第一月 一月下來 再放二月 再放三月 有沒有 還有印象嗎 其實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可以讓它一直往下 OK好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差不多了 其他這些它固定的一些參數 反正你就不要去動它 那最後是把A欄給刪掉 那A欄刪掉的話呢 其它錄下來 可能是ColumnA delete 點delete 不過你也可以自己寫 就是Column實物件 第幾個呢 A欄 把它刪掉 然後自動調整欄寬 前面講過 取消選取 因為它有選舉去把它取消掉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你假如錄完這四個步驟之後呢 然後執行看看 也許我用那個F8好了 主航來跑 假設我這個地方一樣 錄完之後執行 建議是這上面 一定還要自己家註解 這邊一直跑 其實這些都相關參數啦 不用理它 最重要是點refresh 有沒有 Background Query 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是它 去真正抓 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由這一行 所以可能有時候如果抓不到的話 錯可能就錯這一行 它底下會出現什麼 正在擷取網站資料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 幫你把它放到我們的這個工作表裡面 不過呢 這個Query Table有個缺點 就是效率感覺有點慢 光跑就跑很久了 好像理論上 應該不是這麼慢才對啦 這個也是它最大的缺點 就是效率很慢 那怎麼辦呢 如果這個Boke 不過至少它好處是 它可以抓到資料 OK 反正聊剩於5嘛 這個再怎麼慢呢 也比你手動還要快 OK 反正你就等嘛 OK 最後再來的話怎麼樣 下載下來對不對 把A欄 因為A欄這個選擇 這個空白欄 所以空白欄刪除 Delete掉有沒有 然後自動調整欄寬 不過最後這行其實 這個可能其實 好像也沒有沒關係 所以其實大概就是 賄賂之後刪除一列 然後自動調整 不過自動調整好像也沒有沒關係啦 所以基本上 底下的都不是重點 一才是最重要的 OK 那你做好一個之後呢 如果你希望怎麼樣 可以自動全部 把它一個一個往下的話 你需要做什麼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前面有個當日的行情表 那將來你知道 可以抓這個的嘛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網址 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變數 或者把它寫成共用的Sup程序 然後呢 再來就是最下 這個E有沒有 你要讓它往下 一列嘛 再來就是最下面一列再加一列 所以這兩個如果改完之後 那三十幾個 那個股市的資料就會全部幫你放在一個囉 這個是放一個 那等一下也許你可以再把它分開來 比如說水泥放一個 食品放一個 也可以 不過你可能要加什麼 加一個 那個工作表 然後重新命名 命名的來源也許就是從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名稱嘛 重新命名 然後呢 再把資料放進去 換下一個換下一個 兩種處理方法 OK 那請各位 第一個 先試著錄製聚集看看 那如果錄製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參考雲端喔 特別說雲端上面白板裡面的第八吧 第八這裡 股市當日行情表 這個裡面喔 這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